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即将在4月17号盛大开幕 云尼县政府这段期间全力投入各项的准备工作 而新北市卢州区的复兴福德工 特地捐赠了2万只的防疫酒精笔 另外山西人士李福田也提供了5座的防疫智能捷径门 和20套的消防防护装备 届时这些个防疫设备都会设置在全中运 重要场馆的入口 要为观众还有选手做好第一县的把关工作 受到全国期待的云林县全中运 即将在4月17号盛大开幕 这段期间县政府也全力投入各项的准备工作 同时也有来自新北市卢州复兴福德工 以及山西人士李福田捐赠防疫相关用品 在疫情期间把关民众的健康 在这里很感谢我们林田先生 他的善心他的善局 也希望能够达到抛砖引力 我们全中运这些所有的小朋友们 也可以让我们小朋友一个防护的 一个保护好一个防护的措施 那所以今天就代表了我们李福田李董事长 来捐赠了这个智能防疫门 这次捐赠的物资包括有酒精防疫比2万支 消防防护衣20套以及工研院认证的 防疫智能捷径门5座 其中这个防疫门更是每次可以做1万人次的消毒 大幅来提升防疫的效果 我们的防疫智能捷径门 可以说是透过我们工研院的认证 甚至有多项的这个奖励 能够来到我们云林县 一次捐赠我们5部 那不只是我们拿着 我们身份证或健保卡 非常清楚的 非常简单的辨别你的身份以后呢 进入到这个防疫门 就从头到脚 给你做好消毒 甚至量测你的体温 我想这会增加很多的方便 初步规划这5个防疫门 您将会放在开幕会场 以及其他主要的运动场馆入口 在比赛前就做好消毒和防护 让赛事可以顺利进行 保护选手和民众 我们先放在我们的田径场两部 因为我们这天举办 我们的这个开幕典礼 还有选手之夜 所以非常需要 那其他的三部呢 我们放在十六国中 建国国中还有富贵国小 就是我们所有举办的场地 我们先放置防疫门 增加防疫的设备 让我们所有的选手跟教练 还有所有的乡亲 都得到最好的防疫准备 魁为30多年又在举办的 全国中等运动会 让云林宪明都相当期待 相信有了社会的善心 一定可以让赛事圆满成功 也让来自全国的比赛选手 有一个安全的场所可以发挥 记者曾经华采访报道